好 开始 初次来很大复工填科系 第一个就是填制度科 原本想说计测成绩进不去 没想到当天完要出去就入学了 真的有幸要学好机械制度 所以第一次上电脑课就很紧张 怕没学到 当学不会死都跑去问同学 问到会为止 一步一步的学习 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从2D画到3D 从隐身画到旋转 从平面画到曲面 现在的我虽然不是很厉害 会拆抹方块的 但是基本的工夫都有学到 虽然这三年证照都没有拿到 但我认为那些跑题我都会画 做到证照还蛮伤心的 图都画完整了 只不过方向转错而已 就没有过 爸爸就安慰我说 正照可有可无 要会画才是重点 这一点我都感谢爸爸 没骂我还会安慰我 没让我更伤心 数学科的老师是大家 所以他最喜欢的很亲切 不易生气 博文科的老师也是 我还蛮喜欢上博文的 毕竟会读到一些历史 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 或是几千年前 有时还会怀疑这些历史 到底是真是假 英文科老师也很好 不会为难一些英文有困难的同学 才会用各种方式 让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有加分的机会 除了梦同科以外 剩下的就是学科了 化学 机械 学材料 这些里面 除了化学 其他都很难 应该不是说难 是说自己不够认真学 而产生有困难 画图课是我们一个礼拜之中最喜欢的 平常都听到同学说最讨厌之轮课 都不会画好人 不想上 自己会了课 都会很认真的上课 不会滑手机讲话 遇到自己不会的课别 就会不想上 因为上了也没用 也没在听老师讲解 还有地下实习工厂 一年级就到楼下实习 前方按揭 先折床洗床 这几个字中文 最有兴趣的就是洗床 简单又好用 不像折床 还要校正中心 只要歪了就 三年级就是CNC实习 都会先考程式 然后到楼下实习操作机台 挤出自己画出来的零件成品 也有交叉模 我正是想要学的 我很开心 但是由于课程问题 操作不到机台 有的应该是 我的缺点就是 不太敢举手 拔眼 怕说错 或是被 或如何被嘲笑 我正在克服这种心态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优点 保不保护快 保不保护好运动又不行 我的未来人生方向是 毕业之后会先到职讯局学习 自出拆模 然后当完兵就找工作做 谢谢